中医文化是不是真的会被偷走 医院养生 没有 超巴虚是谁都可以瞧的嘛 OK 我准备了几个网上比较火的 大家对于中医的认知 想请你来要么证实一下 要么辟谣一下 快问快答 中药能不能丰胸 可以啊 没问题 针胶也可以丰胸 只不过你要找得对的人 针胶可不可以减肥 可以啊 这玩意不错 针对的是脂肪性的减肥 还是肌肉性的减肥 所有的减肥都是针对脂肪 减肌肉学特别难 你做后期的时候 我说了一定把什么风轻软 写谁大大的写的我不做 不要来找我 有病的来找我 没病的千万别来 没病的不要找张医生 三途天养生合伙的敲巴虚 是谁都可以敲的吗 肯定不是 有一些很瘦的小姑娘 本身气血不太够了 超一拍一天这儿就死了 从西角来讲 可能你的血管脆性比较高 表板有问题 或者你贫血就不要敲 尤其老年人要注意这个事 由你形成血栓会出大问题 任何手段 包括养生 包括治疗 其实都是有风险 不要在网上下学养生方法 仅遵医处 自己在家的面部刮痧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 不太建议 如果说你面部要刮的话 用很轻的力度来刮利盐 但是脖子非常脆弱 根本的 然后你也特别要说一下 就是乳腺 乳腺很细嫩 你不要老去使劲揉它 老去搓 很多人现在口尖这块紧张 就有人说这块可以刮一刮 但是它结实离乳腺很近的 对 一定要注意 我觉得他们都是雀头的 我没说不让它刮 我说轻点 很多年轻人早上起来 不同程度的水肿 早睡啊 睡够了不肿 但是你睡少了和睡多了都可能会 然后就是最近很火的 那个橡树疗法 哪里不舒服 你读一串数字就可以缓解 那是真的吗 超出我认知范围了 没学错 音乐养生 音乐养生很有用 鼓脏 甘心脾衰肾 对应的工伤觉之语 在抑郁症啊什么的治疗 也会用一些 然后就是三福天养生很火的晒背 又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第一个别晒伤 有些凭敏感的人要减少时间 还有一个别出太大的汗 流不出来那个其实也过了 那春夏秋冬都可以吃 等一下 它是一个补羊的一个过程 不管些调包也管 管用 什么事都是适量 拖油不及嘛 然后就是前段时间传的很火的 中医文化是不是真的会被偷走 不会被偷走 通过人在任何一个行业都是很努力的 中医的手法中药 我们都有自己的东西 到现在不被外人所知 你放心 我们的传统文化不会被偷走